《世界剧场》 《世界剧场》是在1965年成立的 当时我们的两位创办人 就是郭宝鲁和吴立娟 他们就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 后来就演变成实践表演艺术学院 接着就变成了世界剧场 当时做这件事情的用意 是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 创作新加坡的表演艺术 来说新加坡的故事 培养人有很多方式 只是在实践我们相信 艺术是培养人一个很好的管道 很好的方式 即使要培养人 也不是说要培养某一种人 而是首先培养对人 不同种的人的一种认识和一种包容 人所需要探讨的问题 人所面对的挑战 随着这个改变 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故事 和不同的面对的群众也一直在改变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一支让我们能够演变的一种核心精神和核心的追求吧 比如说当时一些音乐剧如《老酒》《天冷救回来》《摇滚聊斋》这些都是华语音乐剧的开始 因为音乐剧毕竟是一个西方的剧种 到了一个华人的口中唱出来表达情感 说故事的音乐剧又是一个怎么样的风格 我们也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去探讨这样的形式 新加坡人不同的状态 世界上我们所关切的不同的问题 是我们必须要听得到 我们必须要能够反应的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追求 就是地足于本地 但是放眼世界 最大的这一个冲击是 当我们在前年的时候 把《摇斋》《摇滚音乐剧》 带到上海去演出 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非常非常难得的结果 完成了一种心愿 因为这个心愿就是 我们能够在一个实在的空间里面 见到不同的观众 听到不同的意见 我想还有我们这么多年来 在我们的DNA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教育 因为艺术教育不只是要培养 艺术工作者或艺术家 艺术教育应该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 解读社会 解读世界 都需要的一些能力 和就是人的一种元素 如果说玩是创作和实验的一种核心 它是一种最基本的一种本能 孩子都有 但是我们越长大越美 让孩子们认识自己 明白自己的行为举止 看到别人 明白自己和周围人的关系 看到环境和世界 明白我们这一些人 在这个空间和这个时刻 应该有怎么样的一种选择 所以这个是很多时候 艺术教育可以打开这样子的空间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回到 怎么样能够继续做一个有用的组织 其实很多时候人家说 不够钱 没有空间 没有人才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有 但是我觉得没有方向 是更可怕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是时间去长 所以今天我们是时间去长 但是我的期望是有一天 我们会演变成时间 就不用再说它是怎么样的形式 这个意味着的就是 我们对于人和形式的包容 和接纳和演变是越来越大的